欢迎继续收听《盗墓首扎》 作者 邪灵一把刀 演播此今 精彩继续 《盗墓首扎》 第216章 豆腐这话问的也是够损的 一下子把段飞和哑巴勾搭在一起了 段飞文言果然怒了 就说 谁跟那是想好的 你放开我 我盯着她漂亮的脸蛋 冷笑说道 你不是一直喜欢我们 我不放又怎么样啊 说着干脆将人往怀里一带 伸手在她腰间狠狠掐了一下 当然 我背着身体 后面的顾文敏是看不到的 倒不是我对段飞有什么想法 而是我想 这个女人三番五次 破坏我和顾文敏的关系 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 便向伺机报复一下 果不其然 段飞气得险些差气 咬牙切齿地说 陈玄 你别落在我手里 美人 然而搞清楚 现在是你落在我手里 再磨磨唧唧地 信不信我把你的衣服 把你扔水里去 段飞漆黑的眼珠子 愤怒地瞪着我 片刻之后 估计是看出 我神色冷漠凶狠 她挣扎了一下 没再放狠话了 只是将眼珠子 往旁边瞟了一下 似乎想看看 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追上来 紧接着 便听她深深吸了口气 就说 好 我现在不跟你们说这些 你们听着 那个东西很快就要来了 不想死的 赶紧跟我一起离开这儿 就在这时 顾文敏推到我的身边 呼吸急促地说 太不及了 那东西已经出来了 我心中咯噔了一下 顺着顾文敏的目光 往后看去 猛然发现 身后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 那条人造的水道中 赫然 飘下了一样东西 是一具棺材 一具硕大的猪红色棺材 那棺材泡在水里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操纵一样 顺着水流 朝我们这边 飘了过来 原来段飞所说的 有棺材追 竟然是这个意思 我脑海中猛然冒出一个问题 棺材里面有什么 这棺材为什么会泡在水里 按理说 棺材是木制的 如果长期泡在水里 棺材早就腐烂了 也就是说 这具棺木 应该是被人推下水的 就在这时 棺材已经飘到我们的跟前 朱红色的大棺材 上面绘着 纠缠的扶桑木 树上栖息着 神鸟金屋 传说 日处于扶桑之上 扶其数秒而生 隐蔚为日处处 因此 扶桑树又被誉为 生命之术 扶桑树和太阳金屋的形象 也常见于 先秦战国时期的 不过 关于扶桑树的传说颇多 其中还有一个 诡异的说法 认为扶桑树 是连接天地人三界的通道 在民间传说中 有一种很独特的 人神共居现象 比如 能呼风话雨的 吃油和皇帝争夺领土 又比如 神农能够驾驭神兽 或者神灵混迹在人间 这一类传说 都是集中在某一时期 但这一时期过后 人类社会就恢复了正常 相传 那是因为后裔设日之时 才在扶桑树上 将树枝踩断了 才使得人神明三界 无法联络 从此 人是人 神是神 因此扶桑树 在后代方式心目中 一直拥有比较神秘的作用 而扶桑 古时候又被称为扶桑之国 因此 我看着眼前珠红色大怪木 看着上面精美复杂的 扶桑禁乌图案 不由心中打了个图 心说 莫非这棺材里面躺着的 就是扶桑人的祖宗徐福吗 谁知就在这时 段飞的反应忽然激烈起来 脸色惨白 挣扎着说 不要靠近那个棺材 这间 这间黑刀靠近它之后 就忽然掉入水里面 我看到 我看到 那棺材 那棺材里有 豆腐紧张说 有什么 黑刀是谁 段飞紧张地说 就是戴面具那个人 他是请来助阵的 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 黑刀是这次行动中 他的代号 我看见他打开棺材之后 里面 里面有一肠人皮 我忍不住 倒抽一口凉气 然后呢 哑巴怎么样了 我总觉得 哑巴有时候 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而且对我们的态度 也是非常古怪的 仿佛能将人看穿一样 这些人 似乎知道些什么 又好像认识我一样 段飞摇里摇头 仿佛回忆起 什么不好的经历 就说 不知道 里面躺着一张 血淋淋的人皮 一打开之后 人皮就沾了起来 然后把它裹了进去 一个活人 被一张人皮吃掉 那场景太恐怖了 然后 然后哑巴就掉进水里面 它掉下去了之后 喊了一句 放你们进来 被人皮吃掉 我后脖子一阵发凉 众人盯着眼前 忽然停下的大红棺材 面面相去 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别提有多海然了 那我们现在 该不该理会 这具棺材呢 哑巴现在是死是活 它让我们进来的用意 是什么呢 这难道不应该是 徐福的棺材吗 可是里面 为什么会装着一张人皮 徐福去了哪里 豆腐胆小 阿里经得住这么下意 立刻缩起了脖子 躲到我的身后 最终只念阿弥陀佛 一边念一边说 哪其他几个福丧人呢 段飞摇里摇头说 不知道 这具棺材 一直顺着水道漂流着 在追着我们 慌乱中我们跑散了 对了 他仿佛想起了什么 紧张地说 有一个人朝他开了一枪 然后 然后那个人 就消失了 消失 机器人一号 显得不可置信 段飞点头 神色显得非常诡异 仿佛是在回忆 当时的古怪情景 哑声说了 是的 一下子就消失了 千万 千万别对着他开枪 豆腐听得都要哭出来了 不是 变态 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这棺材刚才还一直飘 现在怎么就停在 咱们面前了呀 人皮 天哪 我不要看到那玩意儿 我胆小 顾文明还算镇定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安慰豆腐手 但还没有发难 咱们 咱们先撤 这棺材在段飞的形容下 便蒙上一层恐怖的色彩 我虽然很想打开看看 里面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但为了众人的安全 也不得不压下后期心 心中一动 压着段飞就说 那个扶葬人是在哪个地方消失的 带我们去 段飞这会儿被我制服 也无法 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不得不接受我们的胁迫 一边走 我一边观察那具棺材 它并没有来追我们 而是漂浮在原处 沉沉浮浮 漆黑的墓室中 这么一个红色的大棺材 着实让人心里不舒服 我们一边继续往前走 豆腐一边追问段飞就说 事到如今 你就坦白从宽了吧 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是不是给扶桑人办事的 妹子 你不行啊 怎么能给扶桑人做事呢 你这么出卖灵魂 你对得起你父母吗 段飞气炸了就说 我父母拿的是国外绿卡 说到一半 他面露后悔的神色 愤恨地说 为什么要跟你这个白痴 解释这些事情 豆腐大怒 你把谁白痴呢 你可以侮辱我的身手 但你不能侮辱我的智商 我是个艺术家 艺术家懂吗 段飞被气晕了 一口气哽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暗笑 亲手跟豆腐扯皮 他还嫩了一下 豆腐向来有把死人 弃火把粽子 气炸湿地搬离 争吵间 段飞忽然说 到了 就是这里 旁边不远处 就是水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刚好有一根 巨大的石柱 而之前那个扶桑人 正是在这里 对水中漂浮的棺材开枪 结果忽然消失的 我知道 这个须浮是个方式 这个墓 是个难啃的神仙 但一个大货人 就这么忽然消失 还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肯定有什么问题的 当即 我将段飞交给机器人 四号驾着 开始和其余人 堆着一小块地方 进行搜索 然而 搜索才展开 没有一分钟 我便猛然听到一声大叫 是豆腐 我大怒心说 这小子又出什么事了 猛地朝声音传来 方向一抬头 赫然发现 那个方位 竟然是那根大石柱 那豆腐的声音 是从大石柱的后面 传出来的 我已经顾不得多想了 立刻转到大石柱的后面 全身打起十二万份精神 谁知我一看 却发现 石柱后面 空无一人 豆腐 赫然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消失了 我想起刚才听到的 那一声惊恐至极的惨叫 不由得心惊 豆腐究竟遭遇了什么 难道他 也同那个扶桑人一样 莫名其妙地 消失了吗 我可以肯定 在消失的那一刻 豆腐一定还看到 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 站在石柱后面 众人对着空荡荡的地方 面面相屈 神情震惊不已 极其人四号和豆腐 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两人已经建立起 深刻的游艺了 这会儿 见豆腐失踪 极其人四号也不淡定了 大声叫着豆腐的名字 声音在空旷的墓室里 银色产生一种改变 显得很是空洞 给人一种心里发毛的感觉 没有人回答 顾文敏揪住我的手臂的衣服 担忧地说 小豆出了什么事情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 滑手一半 顾文敏猛然睁大眼睛 后退了一步 盯着我的右手臂 伸手指着那个位置 颤声说 你们看 孤大美女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向来是胆大心血 镇定出世 何时有过这么失态的时候 众人皆是一惊 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 却见 那具原本已经消失在 我们视线中的 红色大棺材 竟然又一次出现在了 我们的视线中 他静静地悬浮在河道里 仿佛一个跟踪狂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